专题报道 是持续的蔓延 而且有扩大到非洲之外地区的态势 美国德州 即日前一位26岁的女护士 遭到病患感染之后 15号又传出了第二位医护人员受害 确定感染了伊普拉病毒 美国公卫体系 是否能够全力的防堵 这可怕的传染病 已经浮现了严重的警讯 再加上 伊斯兰国的战役胶着 更让欧巴马内外焦急 请听以下的专题报道 美国这两位护士 妮娜范与文森 都是在德州长老教会医院工作 都曾照顾来自伊波拉重灾区 赖比列亚的病患邓肯 也都是在照顾邓肯的过程中染病 而邓肯本人已经死亡 文森是这一波疫情大爆发以来 非洲之外地区所发生的感染第三例 第一例是西班牙护士罗梅洛 他也是因为照顾伊波拉病患而染病 目前正接受治疗 近来状况已经好转 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CDC 在15日紧急发布声明 表示事态严重 CDC已经采取积极步骤 尽可能降低医护人员与病患的感染风险 全美目前只有四家医院属于生物防护等级 足以应付伊波拉这类高危险的传染病 亚特兰大的爱莫里大学附设医院 或奥马拉的内部拉斯加医学中心 是其中两家 至于收治邓肯的德州长老教会医院 目前看来显然利有未待 美国全国护士工会14日提出报告 指责德州长老教会医院存在许多缺失 包括作业准则不断改变 对于如何因应病毒威胁 缺乏标准程序 护士的防护装会曝露颈部 及时讲实训练复制缺乳等等 在两名护理人员出现感染后 美国民众对伊波拉的恐惧 迫使白宫进入危机模式 欧巴马总统推迟政治行程 宣布取消选举造势活动 并在白宫就伊波拉疫情 召开高级特别会议 欧巴马使言将更积极地 因应美国任何新增的伊波拉病例 并强调必须从源头 也就是疫情最严重的西非国家 打击伊波拉病毒 不能让这种致命疾病再度扩散 欧巴马表示 监控伊波拉疫情的措施必须更积极 如果境内发现病例 当局必须在24小时内 派小组前往任何出现伊波拉感染病例的医院 和医疗照顾设施 现场协助执行标准程序 快速反应 欧巴马同时也安抚焦虑的美国人民 表示伊波拉疫情在美国扩散的可能性 非常非常的低 除了美国国内面临伊波拉疫情的威胁 对外事务上也没让欧巴马少先心烦 他所领导的国际盟军 在对抗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中 始终缺乏致命的一级 欧巴马在与盟国高阶指挥官开会时更坦言 这将是一场长期抗战 原本不愿陷入战事的欧巴马 最终仍难以摆脱远方的纷乱局势 美国再度陷入战争泥闹 毒蛇派媒体的批评与指责 也就更加的刻薄 前《华盛顿邮报》的政论专栏作者费雪 就消遣欧巴马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继续维持现有战略 而浙江壮大伊拉克反叛军 第二个则是改变过去指责叙利亚总统巴夏尔 以生化武器杀害平民的态度 和美国口中的这位杀人凶手 合作打击反叛军 但这两条路对欧巴马来说 都是灾难 欧巴马虽然力图在 遏止伊波拉疫情蔓延方面 展现出他已经掌控局势 但是距离关键的国会其中选举 只剩下三个星期 共和党人猛烈发动抨击 指责欧巴马太慢才开始要保护国人 跟应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 伊斯兰国威胁一样 都是拖拖拉拉 民主党人原本就担心 可能会在11月的期中选举 失去参议院的控制权 如今更担心美国民众 对于政府的伊波拉危机处理 可能会拖累选情 根据路透社易普索 在10月第一星期所做的民调 欧巴马的施政满意度 只剩下39% 罗格斯大学政治科学学者贝克指出 欧巴马的施政满意度相当低 而民主党也因此声势低迷 这对已经遭受千夫所指的欧巴马总统来说 无疑是在补上一刀 以上专题由杨明娟编辑播报 谢谢收听